一身西裝男子 一下 兩下 三下 用力跳過懸空鐵架 用盡全身力氣 刹車停在半空 這精神動作讓人行道上新人 抬頭看到陸凳口呆 在這之前他還NG不少次 跑到一半發現跳不過去 緊急刹停 空中搖晃 最後一刻甚至重心不穩 用雙手抓住鐵架再落地 讓大家看得捏拔冷汗 安全上的疑慮吧 申請一下場地的話 會比較合適一點 男子跑酷地點 還是台大校園 將近一層樓高的懸空鐵架 下面還在施工 仔細看他身上 沒有任何防護措施 只剩一身西裝鼻挺 封完極限運動 這名男子原來本身是跑酷教練 同時也是一名跑酷運動員 社群上自稱為 台大跑酷社成員 經常觸摸各大公共場合 進行跑酷 身上幾乎都沒有安全配備 就在今年3月 他才在南港展覽館挑戰 從八層樓高的頂樓 一路溜到一樓 當時影片PO網引發爭議 還因為闖入管制區 遭到管方提告 這邊的學生可能會害怕 那甚至有其他的人 可能外校也會過來效仿 那可能就會有不良的影響 這回校園內驚險跑酷 有沒有違反社違法 情況還在調查中 但真別把危險當有趣 跑酷運動硬在安全場地進行 一旦有個萬一 可就是拿生命安全開玩笑 記者楊軒 泛亞橋台北報導 按照香港很有福利 人數不足 通常都會有在一些 有注意力賀 金石